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蓝 欢迎来到中华盛线 那么这一集谈三件事 第一 李克强的那个设台的讲话 我上一集已经详细解读过 告诉各位意思了 那么这一集我要讲的是北京接下来的对台的这个统一政策 到底是怎么去落实的 怎么要去做 接下来是用什么样的手段 那么第二点是被李克强话音未落 话音未落 苏贞昌马上的就是放狠话了 那么第三点就是台湾陆委会的回应 那么结合这三点来看 那么我们来分析分析 到底现在这个局面是怎么样子 北京接下来对台湾是怎么样的方针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苏贞昌的这个讲话 苏贞昌三月五日率相关行政首长前往台湾立法院备询 民进党立委王美惠关注近期解放军军机常态性老台 询问行政部门有关有无相关应应措施 苏贞昌回应时表示 中国军机如果从他们的机场起飞 台湾都会清楚掌握 之前他和蔡英文曾到嘉义空军基地 你如果在机场看到会很感动 只要中国军机有任何情形 台湾的空军弟兄能在六分钟内起飞硬硬 证明训练精实准备充实 绝不会让任何国家包括中国这个亲门踏户 苏贞昌说 以目前的程度来看 只要中共军机越接近台湾 台湾的反应就越重 如果只是在防空识别区域内的空域 台湾一定会派出军机予以驱离 他赞许台湾军队保护国家主权安全 人民安全 没有一分一秒松懈 也只有充实的 充分的准备 才能保护国家和人民安全 他呼吁民族放心 希望周边国家共同注意区域安全 更像北京喊话 不要动不动来骚扰台湾 这是他的一个讲话 那么这个讲话呢 我说过 政治上就是这样的 那他们的这个解读呢 其实跟这个台媒是一样的 他们认为今天北京讲的这个话 是一种放软软调 稳定的 稳定的在推动这个设台的这个政策 实际上这是他们一种误判 我说过 他们有的时候被自己的媒体 被自己的这些 研究这些什么政策顾问给误导了 我说过他们指定的那一段话 指定的所谓的和平发展促进统一 他就是认为这个就叫和平统一了 但是我之前跟各位已经解释过了 我说你看看前几年 前几年都是讲的 坚持推进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后面就是说 但是我们不会放弃使用武力 那这个呢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北京的意思就是说 我以会台这个谈判为主 来促进这个统一 以一国两制为这个日后治理台湾的 这个既定方针 以这个来作为跟谈判 跟这个台湾来谈判的这个 这个筹码 那么 同时呢加大一句 我不会 首先我们不会放弃使用武力的 也就是给他一种警告 但你看看今天这一次两会的这个讲话 我之前已经那一集 我上一集已经跟各位都已经解释过了 对吧 你今天两会讲话 李克强 他说这番话 是他的政府 国台办 他是这种文的单位 用文的方式再跟你来 说他的这个意思 因为文 我是政府行政 最高行政长官 我不可能说 我也不掌握军权 我跟你台湾 我对台工作 我肯定要是以要要以来谈的为主 对吧 呃 这种谈的前提就是你不搞台独 你承认这个一个中国 九二共识 那这是谈的一个先决条件 再来这个啊 大家来和平发展 再来促进统一 但是 做的一点是什么 李克强之前讲的 以习近平同志 啊 为党中央的核心 同时 呃 军委主席负责制 前面还有一句话是 全面备战 应对 外部挑战 维护主权 啊 这个 这个就是说你 在后面的这个 你要来 跟我来承认一国两制 啊 不是一国两制 是一个中国 啊 这个 呃 九二共识的前提 就是我会用军事手段 来逼迫你到谈判桌上来 但是如果说你不来 那么我们都知道 只有说现在在同步进行的 武统台湾北京 呃北平模式的灰色地带行动 已经进入到深灰状态 他所说的啊 苏正昌所说的这个事情 他说六分钟内起飞 但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不是派战斗机去老台的 我们都是派的特殊 作战飞机过去老台的 运八运九 技术干扰机 电子干扰机 电子侦察机 啊 技术对抗机 以这种飞机为主的 那么这种飞机过去干嘛 我说过 让你的雷达屏幕上 显示有十架 二十架 五十架 一百架 甚至两百架飞机 高速的 在你的雷达上面进行这个移动 干扰你的雷达 操控你的雷达 操控你的防空导弹的信号 以这样的方式来消耗你 而我们只是派的这个飞机 一架飞机 可以让你击飞狗跳 我前两天也说过了 对吧 在台南的这个朋友 几个朋友跟我讲 他说这个飞机 怎么老是在起飞啊 也没有看到 也没听说你们飞机来嘛 这就是这个叫做 对台灰色地带的消耗战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 也就是说军事手段 以武促统 以武 必降 这个是主要的这个方针 主要的这个方针 那么 这个苏贞昌 他显然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他一向都不知道自己自己几斤几两 那么同样的 他今天这个讲话 你看到没有 最后讲 不要动不动来骚扰台湾 而且说自己是国家 说你跟你北京是 一直是平起平坐的 这个也是 蔡英文一直在灌输的 我们要跟对岸保持 谈判谈话 但是 前提是要对等条件下的 你要注意 什么叫对等条件下 那么后面 台湾的陆委会 就来充分解释这个对等条件 是什么意思 大陆第13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 3月5日登场 大陆总理李克强做政府工作报告 他在涉台部分指出 我们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政方针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组国统一 高度警惕 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 这个话跟我以往的话又不一样 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 和在大陆享受同等待遇的制度和政策 制度和政策 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合作 融合发展 同心共创 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那么这个话我跟各位已经讲过了 这个话啥意思 我们不是那像过去那样的 一味着麻木的这种会台了 从台湾新的国安团队上台 他蔡英文也放风 这是相对来说软化的 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硬 可能说是比较哥一点的 哥派一点的人来上台来主政 但是大陆马上精准的打击台独水果 打击台独水果 打击台独水果 打击是哪一部分 不就是中南部吗 这一代是台独绿营的大本营 对吧 那么同时通过这个动作 给你新上任的邱泰山一个下马威 新上任这些国安团队 包括你的国防部长 他的国防部长也换了 对吧 也换了国防部长 也换了国家情报长官 也都换掉了 给你一个下马威 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在放低姿态 你不像过去那么硬 因为你不像过去那么硬的状态是 不是特朗普了 特朗普是全面的围堵中国 把中国当敌人 把俄罗斯当次养目标 那现在拜登呢 把俄罗斯当主要目标 把中国当次养目标 那么现在对他的支持 不是那么的全方位 也没有说进一步的派什么 美国的高官来访台啊 这个军机什么加油机 飞越台湾上空了 对吧 来刺激中国大陆 来刺激北京 拜登他是没有这么做 那么蔡英文也意识到了 那再搞硬 他没有后盾 没有能给他撑腰 他当然不会那么搞 所以他假装放低姿态 以这种所谓的鸽派点的这种人 来给大陆 来跟大陆来打交道 但是大陆 明确的就是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就告诉他 不要以为你放低了一点姿态 但是你还是他有台独的这个本质 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 那么再加上马上就进这个菠萝 进菠萝 在大陆你进个菠萝吗 这算什么 但对台湾来讲 种植面积大 涉及的这个就业人口多 尤其是 种子刚刚下下去 这也是给这些台独农民一个教训 那么所以说 我们昨天看到了 那个台独的那个青蛙凤梨王子 我跳出来讲了吗 我们卖给日本都是好货 卖给大陆都是烂货 那他越这样子说 他去激怒北京 激怒这些 这些 让内部更加的会反感这个会台 那么也就是说 这是精准打击 但是我说过 没有打击台东的 释迦国 没有打击北部这一带的这种种水果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一带它是维持现状派 或者说它不是那么绿的 那么也就是说 对台独是要精准打击 也要精准打击 支持台独的这种人 这种农民也好 群体也好 那么所谓的促进交流合作 也就是说 让更多的台湾人来中国大陆 你就像来大陆去像海南人来大陆一样的 你是一个省的身份来大陆 你可以在这里 跟大陆的普通居民一样 享受一模一样的待遇 而且我也不再搞什么会台 不再搞台湾人就是坐上兵 你坐上兵 大陆红利吃的差不多了 跑到越南去的 那又是甩中共 又是让这个国财办很难看 所以说 那么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来大陆来追逐梦想 来追逐中国梦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因为在台湾现在就业形势也不好 还有的人他也讨不到老婆 要跑到大陆来 对不对 他这个工作也不到位 我就知道现在很多台湾人在大陆这边上班 我之前同事也有台湾人 是不是 非常非常多 不是说像以前过来就做老板 就是做高管 现在都是过来 就是做一个普通的一个 一个这个打工人 那么这个样的话 因为大家要知道 我去统一的话 我的目的是什么 大家要想过 首先一个我就是希望从外部 让你对我进行文化认同 同时就是说 让你习惯 在我大陆这边上班工作 那这个是我真的想要的 以后就不要搞那么多事情 也是为了统一以后的治理 做一个铺垫 所以这种是非常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那么我们来看 陆委会当天下午发出新闻稿表示 台湾民以长期主张维持现状 他说的呢 台湾民以长期维持主张现状 政府推动台海和平稳定的两岸政策立场一贯 将继续坚定捍卫国家主权 以台湾民主自由 对于中共两会期间相关涉台言论与作为 及对对岸关系之影响 陆委会将持续关注 台陆委会并强调 两岸良性互动双方均有责任 健康有序交流胜过对台强制性施压 我们呼吁对岸为开展良性互动关系 做出相对的努力与承担 在相互尊重 善意理解的态度下 正是与尊重台湾民众 对矮化台湾之政治框架 及负面统战 施压作为的 反对与质疑 真正务实思考良善举措 通过沟通逐步化解分歧 确保保障 确实保障两岸民众权益 也就是说 他们我说过 他们是比较相对说比较割的 对吧 他们这个话是不是给人感觉 在开软档啊 挂软档了 是吧 但是你要看他这个话 里面具体的意思 正是与尊重台湾民众 对矮化台湾之政治框架 及负面统战施压作为的 反对与质疑 这句话什么意思 不要把我们当作沈 这就是蔡英文的 所谓的对等的条件之下 在开展对话 我们会在对等的条件之下 开展对话 什么意思 就是你承认我 他妈的是台湾一个国 不是他妈你的一个沈 你要我们是自由民主的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 将继续捍卫国家主权 也就是意思说 你要承认我是台湾 是个国家 我才会 咱们才有正常的交流 他是这个意思 他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 所以说这也就是 他妈的一个死胡同了 所以说 李克强的这个讲话 对于台湾来讲 是他反而认为 你是不是对我没有效果了 是不是你的这些手段 你看我都抵挡住了 你老台 你军员 我都抵挡住了 你哪怕进我波罗 我都抵抗他住了 你是不是没有手段了 对吧 是不是你开始在松懈了 他有这样的幻想 但实际上是不是 实际上不是的 今天台湾人 他这些政府的人 他自己都在被他的这个制装团 和他的这些媒体在欺骗 他自己也就信了 你他们盯住的话 永远都是李克强的 涉台的这段话 但是他之前那段话 他从来他们都不去看的 他们从来都不去看 我说过之前是什么话 全面备战 军委主席负责制 也就是说 我李克强在 这个对台的这一方面 只是说我作为中国政府 作为一个文职部门的 这个想法 关键要看习近平的意思 要看习近平的意思 那习近平的意思也很明确 现在就在台湾周围 在搞大规模军事联系 在雷州半岛搞海空登陆联系 三大舰队在搞 对台海空封锁演习 在今天在西沙 南海舰队在那边搞登陆演习 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就要来看了 还有一项数个据 不要忘记 GDP今年要保留 对吧 百分之六个点 增长百分之六个点 那么这个也是经济的一个安排 我说过 在大局面前 台湾永远没有 中国14亿大陆本土人的 这个福祉重要 对吧 我们生活的幸福 生活的安静乐业 那台湾你要是 就好像能打疫苗一样 你台湾现在打不了疫苗 包括台 这个AZ疫苗是韩国不要的 那你拿给给你的 那个这个疫苗 我也说过 经常打死 那很多人也不敢 那你 问同中国大陆的 你可以来中国大陆来打疫苗 像中国大陆老百姓一样的 也不像国财办讲的 那我现在也是了解过 也不像你国财办讲的 哎呀 台湾能可以优先 不好意思 台湾能也不是优先 就是跟大陆老百姓一样 跟31个省市自治区的人 一模一样 你就是先来后到 就是这么简单 那以这样的方式 他才认为 我不搞 你不搞特殊 你不搞那套 那么我是正常的 也就919是养成一种习惯 那么 我们要看到 这个台湾也在搞中央的 这个经济循环 对吧 它的这个经济 跟大陆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所以说在经济方面 越来越离我们近了 在外交方面 你台湾没有在国际任何场合有话 包括你参加体育 你都是中华台北 你不敢叫台湾 对不对 你的护照 你不敢把那个Repubble of China 你给它取消掉 你也不敢 对吧 所以说他 也就这样了 他没有说他会主动有什么动作 那么还有 那么接下来一点 军费增加6.8 达到13554亿 4300万 对吧 这个数据 那为什么要增加军费 当然跟美国的新冷战 全民备战都有关系 美国也在全民备战 我们也在全民备战 对吧 那么重要是什么 美国想把台湾作为它的国防第一线 因为台湾 如果他认为 他认为 如果认为台湾失去的话 那么他会将失去巴士海峡的控制权 巴士海峡的控制权失去以后 我们的潜水艇 直接开到第二岛点 对着美国 如果他敢不三不四 我们就 潜舜战岛 就给他放 对吧 他当然会担心 所以说他现在 在关岛这里做的动作 在日本这边做的动作 包括拉拢什么八国年轻人过来 给你施加压力 他做这个动作 就是在慢慢的架构起 以台湾为国防第一线 但是他不会说 把台湾直接就 我就给你征兵了 派兵了 拜登也没有这么讲 七两天拜登刚刚刚讲过 涉财的言论 对吧 那么拜登的涉财言论 只是说你是一个心境经历体 怎么怎么说两句好话 但是他没有说像日本一样的 像吊游岛一样的 怎么弄我就直接干了 他没有说这个话 所以说 武统的灰色地带战争 会进行继续 有一种叫做 惊吞和蚕食 那么惊吞 我们暂时 通过这次两会 李克强的这个讲话 我们可以看到 惊吞暂时性是不会惊吞 但是一直是在蚕食你 蚕食包围 围城也是一种手段 就像北平模式 那么现在我也说过 为什么不惊吞 别的层面我现在不去考虑 就从军事角度来讲 我们缺乏 缺乏这个 没有这个两栖登陆的经验 所以说北京在这方面 是非常谨慎的 我们从中国现在的 这个军队精神面貌 可以看得出来 才中印加勒万河谷冲动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你想想看 我们用血流之躯 去抵挡 击一百多个 这个印度鬼子 是不是 印度阿三 那为什么我们 没有去设计 我们没有应 应对到 他要过来 是要对我们 来要侵占我们的领土 我们没有这个意识 再加上我说过 我们的这个军演 对吧 一定要多练习 这个 登陆作战 这个东西 咱们没有实战经验 所以说 金吞 武统的金吞的话 还是习近平 有所担忧跟疑虑的 我之前不也是讲过的吗 不要看我们之前 一些军事演习 大张气鼓 搞了老大的 但是我说过 央视公开的一些画面 那很多 他有一些那个动作 在我看来那个是摆拍 我之前也讲过 出过一集 我也讲过 对吧 什么什么排成一排 这样去摆拍 是不是 我也提到过了 他武统的这个登陆作战的 整个这个战术 这个东西互弄互弄 咱们这个不懂军事的 或者是普通军人可以 老兵是职业军人 对不对 我有实战经验的 你什么三个人一起换弹架 拿着那个95 95是突击步枪 三个人一起换弹架 真的战场上打仗 这样子行吗 你的火力压制呢 你的半排之间的 这个火力掩护呢 对不对 这个系统配合呢 在哪里 我没有看到 说明你这个继承 很多军人的这个战斗 能力还是打个问号 这是这是很现实的 我们不要说 我皇师威武怎么怎么样 将军加拉外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这个斗争思想意识 还是不够不够强 还是有些想当然的 所以在台湾这边也是 所以说 如果说你没有准备好惊吞 那么你就用蚕食手段 继续用蚕食 你如果惊吞 你没有真正的准备好 你在军事斗争这一块 做到位 有十足的把握 可以直接把台湾一举拿下的 在我说过72个小时里面 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时间不是说 武统台湾你惊吞 我给你五天七天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不是这样的 你要在72小时里面 解决战斗的 这个是防止干涉势力 干涉的最佳时间 甚至是要低于这个时间 我还是往 往这个宽裕的时间来讲 72个小时里面解决战斗 那你现在呢 美国在这个地方 这些部署 我们都要考虑进去 对吧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说你解放军 军事斗争这一块 还是没有 做好侵吞的这个准备 那么就继续演习 也就是说 这个军费 为什么这个军费 涨了6.8% 几乎都是拿出来 搞军事演习这种费用 和给一线人员找工资的 以及扩军备战的 这些费用 一线的扩军备战的费用 所以说他这个军费 是这么来的 所以说我们总体来讲 对台 以武促统 以武逼合 以武逼降 这个灰色地带战争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那么关于真正这个政策 是不是这样落地 我们要看习近平 在两会的讲话 好吧 这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是老编那样 喜欢的点赞订阅系列 谢谢